人的顶级能量来自哪里?如何连接高尾? 物理学家研究了三百年想找出物质的本质 当他们探索的余生最终发现物质就是能量 这也是爱因斯坦对人类所做的最大贡献 他揭示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一种能量 不管是石头木头桌椅你我包括我们的眼睛 耳朵鼻子都是由能量所形成能量从哪来? 大到宇宙天体运行小到身体五脏的循环 各种生生不息的运转产生了能量 世界上所有的物质都可以分解成原子 根据现代物理学原子是由原子核和电子构成 如果原子有操场那么大 那么原子核只有乒乓球那么大 所以原子内部99.9999都是空的 这就是万物皆空 在原子内部电子不断地围绕原子核做运动 振动 从而发出一束束能量 这就是万物皆能量 日月星辰天地万物宇宙生灵都是能量的汇聚体 这些能量并不是随便任意振动 振动产生能量场 进一步创造了物质世界 具我们所看到的各种石像 人肉体只是它的表面 它其实是一个敏感的能量场 无时无刻都在与外界的信息能量进行交换 人类无论是言行举止 站坐行卧都是能量的运动与变化 我们运动思考睡眠社交等等都是在散发能量 这让我们与外界进行能量交换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人与他人都是息息相通密不可分的 当然这种能量场是永远也看不见的 看不见并不代表不存在 电磁波电流声波等等都是看不见的 却时刻将我们包围 没有电磁波我们的手机怎么通话 我们的电视哪里来的信号 没有声波我们怎么交流 没有电更是没有了一切 因此那些看不到的东西 对我们的现实影响往往更大 世界就是这个逻辑 无形的东西往往决定了有形的东西 人的能量场是看不见的 但这种力量是巨大的 就像万有引力一样 我们身上散发的气场 时刻都在影响我们的人生 有的人长着一副好皮囊 却为什么诸事不顺 而且不受周围人的欢迎 因为他浑身上下 散发着一种浑浊的能量 而有的人虽然貌不惊人 却事事如意 而且很受大家的欢迎 因为他散发着一种清秀的能量 还有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 比如到一个家庭或单位的时候 如果你对能量场足够灵敏 你能感受到这个家庭或单位是否和谐 还有我们在与陌生人之间交往的时候 为什么有的人让我们很有亲近他的念头 而有的人就会我们很不舒服想逃离 这都是因为能量场的问题 我们能瞬间感应到对方的能量场是否健康 而且是否能跟我们兼容 能量场是可以彼此影响的 如果你经常和气场污浊的人接触 自己也会被染污了 如果你经常跟气场干净的人在一起 他也能净化我们的心灵 现在的很多人对垃圾信息产生了强烈的依赖 比如不厌其烦地刷着短视频 炫富的明星绯闻的八卦也使等等各种段子 长期泡在这些浮华的内容里 所以让你变得浮躁不堪 这些东西聚集在一起 在你身边形成了一个负能量气场 将你包裹一步步将你推向深渊 让你越陷越深 如今最厉害的那些人 其实是能够随时屏蔽这些磁场干扰的人 我们一定要跟这些能量坚决划清界限 千万不要做欲望的努力 而是要自律自律 让我们的能量场更纯净 自律的人看起来更无趣 但实际上却比不自律的人要自由得多 因为他的能量场是独立的 因为独立才能获得尊重 并且藏着无限的可能性 为什么有些人的思维很敏捷 但是到了另外一个人面前 他的思维会突然错乱或停顿了呢 那是因为对方的能量级别更高 以至于你的能量场完全被扰乱了 一时之间完全乱了分寸 所以高能量场的人 面对低能量场的人 可以降为打击 也可以降为沟通 这是一种无形的影响 因此面对高人 我们最好的办法 就是将自己清零 承认自己的天真和无知 这就能让他们的能量流入我们身体 而不是故作高深或者充满戒备 佛家讲空 道家讲无 这是为什么 他们都主张把自己的身心都空掉 让自己的气场变成零 或者不存在这样 就可以让高维能量流入身体 很多悟到修行的人都是通过打坐 苦思冥想等手段让自己进入寂静的状态 然后做到了万我无我 比如佛家的禅定就是让自己身心处于高度安静的状态 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就像超导体一样 高维能量就会进入你的身体 比如道德经里的的秩序棘手禁度 万物并坐无以官复 意思是调整自己的身体到完全寂静的状态 然后就可以与万物运转的逻辑完全一致 从而参透世界的真相 古代人的头发都是盘上去的 为什么要这样呢 其实这就像一个天线 目的是为了能够接收高维度的信息 还有一点也很有意思 我们经常在古装电视里看到一个现象 古代人读书学习的时候 头经常晃来晃去 都是摇头晃脑的 为什么要这样呢 其实他们在不停地找那个能接收到高维信号的点 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黑白电视一样 不清楚了就去摇天线 摇到那个最容易接受信号的位置 电视剧就清楚了 为什么今天科技越来越发达 人们反而越来越迷茫了 在古代人们接受信息的渠道非常单一 基本上就是口口相传 或者看书学习 所以古人很容易让自己静下来 然后接受高维能量 而今天我们早已被各种能量厂包围 比如手机的电视的广播的 WiFi的 飞机的高铁的 每个科技产品都有自己频率的电磁波 这就相当于在我们周围制造了各种各样的能量厂 于是我们反而凌乱了迷茫了 为什么古代人能够发现超越那个时代的智慧 就是因为他们周围没有信息屏障 所以很容易接受到高维度的智慧东西 很多我们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 就这样被他们发现并捕捉了 初级的能量从实物中获取 高级的能量从智慧中获得 顶级的能量从高维中获取 真正的高手都善于从高维吸收能量 人类有史以来凡是给世界带来重大贡献的人 基本上都是灵感获得的成就 人类所很多重大发明往往都来自某一瞬间的灵感 比如乔布斯就有禅宗的经历 他从小就喜爱研究东方神秘主义哲学 禅修不仅让他戒掉了大麻 丢掉了刚愎自用的性格 并让他成了天才 灵感的本质就是沙纳间链接了高维能量 这股能量中国人称为道瑜伽称为范 儒家称为人 佛家称为佛性 这是一种融化万物的能量能和万物和谐与共 不增不减也是一种可以从无到有的创造力 这生命是光 可自照亦可照人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